本章主要讲的是建筑坪数的增加方法 首先各位如果要了解建筑坪数的增加方法 第一个概念你一定要知道 你全部的销众面积事实上等于基准的 就是基准的面积加上免计的面积 加上奖励的面积加上其他 那里面有所谓的对价式的 这样是比较容易了解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你要记得它的顺序 它的顺序是基本上是从法规面 法规面的法规允许的每一个项目 然后去推出建造面积 建造面积去推出销售面积 最后面产生权状面积 那首先既然我们知道说 它有这几项 而且它有这些顺序之后 那我们就来研究 假设比喻来讲奖励容积的部分 到底有哪些奖励容积 那当然在平面面积跟基准面积的部分 我在其他的影音档已经有数集 各位可以自己前去找出参考 那奖励容积的部分有所谓的开放空间奖励 我们讲开空奖励 第二个增设停车奖励 那已经在去年年底已经结束了 那但是以前的话 他们就很多 大概是平均容积的0.2 然后都更奖励 还有联合开发奖励 那接着我们现在讲到这一项奖励容积有这几种 那各个细节部分各位可以参考相关的法条跟各县市的规定 那我们今天讲第四项就是所谓的对价式 对价式的意思就是说你政府可能基于鼓励或奖励希望你做某一些事情 然后来换取容积 所以举个例子 如果说你有农积移转 可能你用一些公共设置用地道路或者公园绿地去换你的农积 或者把一些谷积的部分 就是会用到的农积移转到你可以利用的地方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讲公益奖励 或者说我们今天变坑分区 你缴回馈金 或者说你降低建并率 那你这个东西可以农积可以变大 或者说我们今天拟临一些规定的道路 或规定宽度的道路 或者面临永久空地 那你在容积上是会有弹性的 那早期部分我个人是学那个从都更那边学过来 那大家知道都更讲最好的 我从中国国土一直听 听到永南事务研究所 都是听江老师的课 然后再来我去上一些农积移转 那农积移转的话 有包括农积移转的政策 农积移转的程序 然后但是建筑方面的话 或土地开发 我个人最喜欢听一些 从中文老师的课 然后我个人最强的科目 却是市场调查 那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早期的部分 因为我是从各个别的法系开始读 看的都是一些解释含令 看的都是一些各县市政府的法条 其实我看不到更上层的所谓的都记的部分 也就是说当初做的大部分都是一些程序上 就是说我必须要能够理解都更它哪些程序 都更的每个系项它怎么去认定 都更的每一个项目它怎么去定义 所以走的都是所谓都记 可是都往上走我就没有那个能力 早期的部分 然后或者是学一些农积移转的东西 包括农积移入地点的移出地区的限制 马路要夺宽 然后移入地区的限制 所以大部分往上位都没有走到 直到后来的时候 我慢慢看听了一些所谓建筑跟土地开发的东西 我才开始了解说 原来整个建筑部分有所谓的四大法系 就是国土开发 然后都市计划 建筑法系 还有其他的各事业部的法系 所以同样的 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建造坪数的增加方法 因为一块土地的价值 就是透过产生建造坪数 才能换算成产品最终的获利 同样的 所以你必须要很清楚的这一些条例 这每个条例都很多 而且每个条例都每个条例的特点 就好像你今天要看免计容 免计面积 你要知道哪些是免计容面积的 然后他计算基础是什么 然后哪一个计算基础 跟哪一个计算基础之间 他有所谓的合在一起最大值的限制 就好像我们今天讲 虽然监察院他有提出一些容积的总量上限规定 可是当你注意最新的新闻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说 他延到2015年 就是说延到2015年才 以现有的法律议事研究到2015 所以说总量上限的部分 可能是从2015年以后才会 才会开始实情 因为就 那现既有的方法的时候 当你对每一个奖励的值很清楚的时候 可能你目前在2015年之前 你还有机会说 把你的容积充到两倍 或充到2.5倍 也就是说原先基准容积充 因为他每一项的话 你都有争取到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你个人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效果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尹 我是玩笑利的作者 谢谢